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Win哥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家龍哥最近訓練的一個新技能 就是重槍裝飾 這東西呢其實我從我剛開始揚音舞的時候 看到人家在做我就覺得好神喔好強喔 那到現在有稍微了解一下這個訓練這一塊 那我就稍微試著做一下這個東西 那這幾天差不多也成功了 那當然也還沒有很紮實 那還有再加強就是可以慢慢再訓練下去 那我們家龍哥學習力量其實蠻強的 牠已經差不多五歲了 那其實五歲的鳥也是很好教 因為我了解牠嘛那牠很聰明 有些人說年紀越小的鳥越好教 其實呢是因為牠們單純 然後很容易接收到新的知識 那因為年紀比較大的鳥他們習慣差不多定型了 但是只要你了解牠其實訓練上不會有多難 好來,過來 好,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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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好,回來 好,回來 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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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龍 好,回來 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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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 不專心 好,回來 我們再來一次 出發 好,回來 好,來囉 嘿,好棒 好,回來 來囉 好,回來 嘿,好棒 現在訓練第五天 還蠻順的 現在就是稍微需要一下引導而已 不然他聽到那個槍聲音 差不多知道要躺 對啊,阿龍很棒 好 跑回來 跑回來 嘿,好棒 好,相信大家都看到那個以上的一些片段 那是我的訓練過程 那我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剛開始就是 我會先把他抓過來 那你要先讓他習慣這個躺下的動作 那龍哥從小時候就已經習慣了 那這是我家的狀況啦 我是分享我自己的經驗 那當然不是說每隻鳥可能都可以這樣訓練 好,那剛開始呢 因為他已經習慣躺了 所以說 他就是 我剛開始就是先用槍嘛 然後再來 先槍給他聽 那有些鳥可能你剛開始槍會嚇到 那龍哥不會 因為他已經習慣我了 那就是槍完我就會自動這樣把它翻過來 對 然後再來就是慢慢的 然後叫他回來這樣 那久了之後呢 他過陣子之後他就覺得說 他就知道說我槍完他要抓著我的腳 然後再把它放 讓他自己再翻過去 那再過一陣子 我就慢慢的把手離開 那再來就是他會想要去抓我的腳 那這樣我就慢慢引導他 這樣子 然後他就慢慢他自己會翻了 我不知道我這樣講 大家聽不聽得懂 不過看過剛才那些片段 大家應該多少會有一點印象吧 好那反正就是 再來就是他只要看到我手勢 這樣他大概就知道說 我要做那個姿勢了 就是也是培養一個默契 好那其實訓練這個東西呢 你們不要把它想像的 想的太狹隘或太困難 其實這也是一種跟鸚鵡互動的方式 其實享受過程就好 失敗也沒有關係 成功的話也是一種成就感 失敗的話你如果用了正確應對方式 其實也是一種良性的互動 所以大家加油吧 那我們今天影片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影片就幫我按讚分享也訂閱我頻道 我是運哥我一下子姐 掰掰